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1日 踏入3月,今晚的外匯分析除了有我Carson之外 亦有今晚的嘉宾王冠一教授 阿Sir你好 大家好 阿Sir,真的想率先問你的港股 恒指2月份跌了2056點 不過一踏入3月份,相當之厲害 今天幾乎是由朝升到晚 最終升超過800點收市 升到20600點水平 成家方面都厲害,有1500多億 阿Sir,這個反彈是否來得很急和很及時呢? 沒有嚇你一跳,大約3月就很厲害了 幅度有點嚇我一跳 大約3月就嚇你一跳 第一,大約3月就嚇你一跳 第二,昨晚有聽網台那些 我相信大部份都會賺錢 因為我講了,你不要理他幾個月 總之呢,在挖近0.382 即是黃金瀕角附近呢 兩次都下不了0.382 你千萬不要沽,你寧願買也不要沽 有些人說,有些人說什麼價買,什麼價酒 我還在問我,為什麼你的周力跟前瞻頂那麼近呢? 在那裏你就吃咯,20580或者206你吃了就很開心咯 吃了你現在還會再賺下去咯 所以有些東西你在前瞻底就買 前瞻底就是196 前瞻底就是206 前瞻底就是206 你在前瞻底你就買,在前瞻頂你就沽 那你就賺咯,還有一樣東西,你有留意就昨天 昨天我們馬路,我馬路說多,兩三分鐘左右就叫港三八八,港交所 我就說,港交所,我因為為什麼要說港交所呢? 因為中國有些政策出來 還有香港要做救援中心,你一定要百花齊放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對港交所是有刺激作用的 因為你要做個volume,做個市場深度 那你港交所,我三百十四,一百三百十五,不怕賣 今天升了五點幾% 所以有些東西,你清楚聽,或者什麼的 你們就可以賺到一些錢咯 你一天,你不要說一開出來賺多少錢 你起碼四個百分比你賺到,是不是? 你開出來港交所,今天開什麼價? 開價,今天開市就三百三十二 不是,開市三百三十四個六 開市三百三十四個六,就跟收市差不多了 那你開市就買 那你收市就賺五個百分比,已經賺十幾元了,是不是? 有時候有些事,我們的網台,你博一邊聽,所以很多人博一邊聽 你博一邊聽,你博一邊看,你博一邊看,你博一邊看,為什麼你博一邊看,阿Sir會說那麼久,就說交所了 我說,明早開始就賣了,買賣你,你收市十幾元就搞定了 收市十幾元就走了 你還跟他坐下來,坐下來,然後怎樣怎樣,或者還沒得上,還沒得上也不要緊,你就放停在那裡,你就推前推到320元停,他能打到你,你也有5元賺,對吧,或者推2%,321了,對吧,所以2%,321,322了,他打下來的時候,你也還有7元賺,嗯,就是做事呢,我經常教你們,你們做事呢, 第一,你一定要聽網台,第二,我不是在那裡,說那些藍河佬,那些,你就要留意,第三,你要付諸實行,第四,你要有策略,對吧,學出那些盲毛,在那裡亂炒,亂炒,天天看心理醫生都不行,對吧,就是我經常都這樣說,我客人討厭都是這樣的,你憑什麼去炒呢,你憑什麼去炒呢,你告訴我,不如,喂,我想買,我喜歡,你喜歡什麼都可以,你喜歡吃白粉都可以, 對吧,那不是我喜歡嘛,大哥跟他拼命,那些錢都很難賺的,對吧,那些錢來的嘛,那你大哥380元,又不見我叫你買港交鎖,為什麼昨天一路已經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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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好,那我們在港股那裡,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就傳入我們的網站節目內容區,我們下半部分就找阿sir再解答我港股的情況,在今天外門分析,都想和阿sir你談談一些貨幣,那今天的港股升市裡面,我看到有些人將利好因素,就放在人民幣身上,因為人民幣今天就非常之強勢,就升穿了6.9,即收復6.9這個關口,即無論是在岸或者離岸都好, 都是急升上來,那其實早陣子就看到人民幣一直這樣跌下去,那些人就在想,喂,會不會跌穿7算這個水平呢?那現在,不要說7算了,要回回6.9這個關口,是不是也有些難度,人民幣這一轉的調整,算不算完成了呢?阿sir?差不多了,你已經捱近7了,是嗎?是呀,最高位,最高位6.9, 我都說,你捱近7,你就買吧,買人民幣吧,買人民幣,我不是跟你搞,我不是跟你搞,我不是跟你搞,什麼價位就買,什麼價位就買,我總之,你捱7.2,7.3,你就買它,下到6.7,6.8,你就吃它,上回來7元,你就買它,下回來6.8,你就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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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幾轉都賺就賺錢的,今天有個轉上去問我,喂,我可不可以去沽人民幣啊? 怎麼可以去沽人民幣啊?怎麼會沽人民幣呢?突然間,那一段時候,那一段直前已經,那個貨幣,人民幣上去了,人民幣上去了,是不是? 對嗎?突然間會要推出,那你說,為何突然間會推出?我不太知道,為什麼突然間會推出?是吧?有人知道,突然間會推出的,問題是,昨天說過會推出,不是,昨天說過的東西,你們也想到人民幣不死了。人民幣不會再穿過去7那邊的啦, 如果有的,可能有些突發消息,不知道 有人扔過炸彈來,就不知道了 昨天已經說,兩會換人之後 他們之前說了一大堆東西 那堆東西你們要聽,要看,要讀 所以香港人有些奇怪怪的 外國的東西好,中國的東西不好 當然,外國的東西又好又不好 中國的東西有不好又好 你現在身處在香港,香港還是中國 那他們的政策出來,你不看嗎? 那你不看韓人炒什麼股票? 你一定是要看的 你對他很抗拒,你的腦筋還會在四、五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就像美國人說 每個人當中國是八國聯軍,可以去炸彈他 你試一下吧 你試一下吧,你來八條航母,包你無法回去 真是,你真是講玩 那阿Sir,你覺得這一圈人民幣 由七之後,開始反過來走 會不會有機會,人民幣又展開另一個聲浪 還是,可能某些位置上上下浮沉呢? 我想,又落到六點七,六點七五,差不多 他不會比他太負責,太太重要 因為,因為負責太重要,他對整個經濟的影響很大 因為他很多時候,他有出口又有進口 是,沒錯 對嗎?他有很多進口,他也有很多出口 好了,他出口 他出口,剛剛一開放的時候 即是復償的時候 他是不是要增加多些出口 嗯 給人民幣弱 嗯 給人民幣弱 那個好了 他們說,很多訂單是去清楚 好,那接著要怎麼吸用了些些資金 那你是不是認為那麼能擁有 全世界市場都會操作的 你現在才知道嗎? 哪個市場不是操作的 不如你告訴我吧 是不是? 嗯 所以接下來就 穩定地 我猜就是在 6.75到7之間 徘徊而已 嗯 現在 在這個 stage 就是這樣 那 那 埋近7當然是買人民幣 到6.75當然是食糊 即是6.75 食糊跌至6.7 那便是6.7 是不是? 我告訴你 227沽了期指 你2010吃吧 2010吃吧 2010吃吧 不就是2010吃吧 不是呀 跌下去197 197你不吃 今天死了 是不是? 不要埋怨 不要說自己吃得早 不要說賺得少 大哥賺了千多點 我還想怎樣 有很多人輸幾千點 嗯 真的 我 我喝啤酒那裡 那裡 那裡 樓上那個經理 天天走來問我 天天走來問我 我想他是超級鑽石會員 但他沒有付錢的超級鑽石會員 因為我天天站在那裡 喝酒 天天在那裡 喝一杯 happy hour 才回來 才回來做功課 是吧 那麼 或者拍完這個 《一語道破》 很一字記之下 那就走去喝杯啤酒 回來做功課 那他天天 那個時候是退休 因為他做完午餐 晚餐還沒開始 嗯 那天天見到我 他天天就 唉 他天天不用錢問我 你知道我個人 我認識多少支 多少支 告訴你 何況你又不是超級大戶 你會動到個市場嗎 是不是 他每次就跟我倒轉做 輸到媽媽都不認得 你問一下我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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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一下我的同事 我問一下我的同事 每次去他都輸的 他說 又輸多少又輸多少 我都已經 免得 有時候我已經免得理他 我隔壁那裡想 兜巴掌他 你每次去問阿sir 你每次去都輸 真的每次都輸的 他輸真的不是少的 輸真的兩萬 兩三萬 有時候輸六七萬 大哥你的工作多少錢 你這樣輸 奇怪怪的 那些人 他未必是不相信我的 未必是不相信我的 他相信 譬如他賺兩千他就走 然後自己又再來 那些蟲就上腦了 我認為是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要這樣 我就這樣 那就輸了 有一次我真的跟他說 過年我去 我自己一個人去 沒有人理我 不是沒有人理我 我自己一個人去喝啤酒 我說 有一天 我說220 那天 220 我說220 你就買了 上去227左右 你就沽了 是吧 我說 如果你輸了 我給你 如果贏了 你就要跟我兩分 只是開玩笑而已 他又沒有做 他又倒轉頭去沽 不知道上去多少 就斬頭 那又見到我 那我又跟他說 我說 這個位 這個位 沽了 如果上去的話 就我輸了 如果下跌到兩萬 如果下跌到兩萬一千點 就一人一半 今天只是開玩笑而已 他又輸 哈哈 好 那這個 阿Sir的意見呢 我告訴你 他還有 他自己還有 我再說一些閒話 今天 他一萬 一萬八千幾 一萬九千幾 一萬八千幾 一萬九千幾 每樣沽了一張世紀 上去2萬2千 問我怎麼辦 然後我說 你一天就沽 沽多一張 沽沽他 我只給他兩個位 我說二萬零七八點 平一張 二萬零二百點 平一張 還有一張 你再看 如果有兩萬 兩萬點留下 平賣他 嗯 他這次信 因為他輸到入獄了 可能他再去賣樓了 那他真的兩萬零七八點 平一張 很乖很聽話 兩萬零二百點 平一張 那就去下去了 下面那些 我沒有去 我不管 嗯 那這就是 阿Sir也一個小分享 剛剛阿Sir給大家一個 當然 今天 人民幣強勢 反過來看 我們看到 美金也有些少少 輕微轉弱 其實我記得 星期一 跟阿Sir說的時候 就說 要看看美金 有沒有機會 二次探 105.5 這個位 但是 看到過去那兩天 都 好像要上回 105 都有少少少難度 會不會短線有少少轉弱呢 美金 他上不到 105.5 他根本就觸不到 105.5 是啊 他根本就是要弱的 嗯 他根本觸不到 105.5 第一次 第二次 都觸不到 105.3 他應該是要弱的 嗯 他應該是要下回 103.5 就是第一個位 兩格兩格 大家好 我是王冠一 每個人都叫我王Sir 現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 知道我獨家對市場的分析 Patreon 會員 將會享有專屬限定內容 每星期的獨家影片和文章 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 還會以宏觀角度 對股市、外匯、債券、商品資源等市場 作前瞻性的分析 每月直播 我會和侯天和師傅 輕鬆暢談環球經濟和玄學的知識 還可以用會員優惠假 參加我的Webinar 小小的付出 隨時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